亚洲天团5月天7号晚间在台中举办演唱会 但是门票非常抢手并不好买 有歌迷没有入场票就跑到了停车场6楼 疑似站在别人的车顶上听免费的演唱会 危险行径也全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跟着音乐回抖双手 夫人没有门票进不去5月天演唱会 但在场外感受气氛一样嗨 听到经典歌曲动感旋律 夫人兴奋的想跟着跳 只不过看看他站的地方确实在车顶 有民众募集7号晚上台中洲际棒球场 附设立体停车场6楼 这位歌迷接连爬上两台车的车顶 听免费演唱会 疑似就站在别人的车上跟着嗨 那我应该会报警吧 这样给人家踩别人车的车顶这样 很没有功德性啊 车子也算是一种别人的东西 怎么可以随便乱上去人家的车 时间回到现场 从6楼看出去 视野刚好对到舞台 确实是没有买到票的歌迷 最佳观赏位置 只是站在车顶上很危险 他这个车顶的板筋都蛮软的 那如果我们人站到上面去的话 一定会导致车顶凹陷 更何况你在上面跳动的话 一定会造成车顶的变形 如车主发现车辆有回损情形 可向警方提出回损告示 目前警方没有接获车主报案 不过如果富人是站在别人的爱车上 恐怕会涉及毁损 为了看演唱会 歌迷跳上车底的行径 恐怕不太恰当 记者潘兴宁 陈士协 台中报道